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光的波动现象的第二种 就是折射 那它产生的条件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光呢 一定要在透明的介质 才能够继续前进 所以光有一种透明的介质呢 倾斜的方向呢 进入到另外一种透明的介质的时候 那因为它的速度呢 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造成它的 这个行径的方向呢 发生改变 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就称之为光的折射现象 那我们下面呢 借有一些图呢 或者是公式呢 来讨论它的一个 这种现象的一些特性 我们先看一个定律 叫做斯奈尔定律 一个科学家呢 叫做斯奈尔 它把这个光的折射现象呢 找出三个规则性 第一个就是 入射光线呢 跟产生 折射的那个光线 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的那个光线呢 跟法线 它必须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这句话的含义呢 就是代表 一条入射光线呢 只会产生一条折射光线 而且这个入射光跟折射光呢 是在法线的两端 两边就对了 那第二个定律 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学公式 就是入射角的正弦函数值 就是sine的函数值 跟折射角的这个sine的函数值呢 它的笔值呢 是一个定值 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那这个含义呢 就是代表说 入射角如果越大的话呢 折射角也会跟着变大 入射角越小的话 折射角也是越小 代表这个意思 那第三个就是 折射光线跟入射光线呢 相互为可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入射角是30度 产生的折射角如果是15度的话 这是光角 这从A进入到B介质 那如果光如果从B到A的话呢 如果入射角是15度的话 折射角就一定是30度 就代表这个意思 那我们下面 借由这个一些图呢 来说明它这个折射定律的一个 比较实质上的一个内容 好 这是代表这个公式 那这个cta i呢 是代表入射角 cta r呢 是代表折射角 所以它们的正弦函数值呢 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是代表的是 因为光是从A进入到B 好 所以这个常数是相当于是 就是代表B呢 相对于A的这个折射率 好 它是一个定值 这个B相对A的折射率 也是等于B的折射率 好 比上A的折射率 好 所以如果A是代表空气的话呢 我们把空气的折射率定成1 好 所以光如果是从空气进入到B介质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个比值呢 就等于是B的绝对折射率 好 或者我们也称之为B的折射率 那这个折射率呢 也就等于光在A中的速度呢 比上光在B中的速度 那你由从这一项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光在这个介质的这个速度呢 显然跟它的折射率呢 产生一个反比的一个关系 好 像通常我们把这个空气状态呢 也称为真空状态的折射率定成1 所以光在空气中的速度呢 是最快的 最快的 那进入到折射率比较高的介质的时候 它的速度反而会变成比较慢 所以一般我们就称为光密介质跟光输介质 就是折射率比较低的介质呢 我们称为光输介质 折射率比较高的介质呢 称为光密介质 好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个图呢 再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 好 这就是一个折射的一个图 好 这是光呢 是在从A介质呢 进入到B介质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折射角呢 比辱射角来得小 就代表呢 它是从光输介质呢 进入到光密介质 好 好 所以折射角 所以折射角这时候小于 陆射角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图 好 对 你可以看得出来 折射角如果大于 陆射角的时候呢 就代表它是从光密介质呢 进入到光输介质 好 因为NA大于NB就是 折射率比较大的是光密 好 进入到光输介质 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好 我们透过这个立体呢 会对光的折射呢 会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 我们假设光呢 是从空气呢 先进入到水中 然后再进入到玻璃中 好 的速度 那其实呢 解这种立体呢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 刚刚提到的那个 斯奈尔定律的观念 就是折射率跟光速的 成绩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常数 好 那换句话说 我们中间就可以 跳掉水的这个阶段 等于说我们不必先求出 光呢 从空气进入到水中的速度 再从水呢 进入到玻璃后的速度 好 中间我们可以把这个水呢 这一层把它抽离掉 所以我们直接利用这个公式 就是CA 好 就是光在空气中的速度 乘上NA NA就是空气的折射率 也就是1 好 然后就会等于呢 CC 因为我们把水呢 当作B 好 那这个C就是代表玻璃 好 就是光在玻璃中的速度 乘上NC 好 就是玻璃的折射率 也就是1.5 我们带进去就可以算了 好 所以换句话说 CC呢 就会等于CA 好 那我们知道 Ca是3乘以10的 8脂肪 NA的话 我们知道是1 好 那NC的话 那NC的话 我们知道是1.5 对 所以就可以跳掉水这个阶段 所以直接算出呢 光呢 只要是从任何一个介质呢 进入到这个玻璃的速度呢 就是等于2乘上10的8脂肪 好 每秒公尺 好